暴同,习近平谈改革开放四十年是改革以此道辞,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政治秘书暴同见图认为,习近平日前的改革开放四十周年讲,话是篇宣布中国改革业已死亡的道辞,已故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秘书暴同表示。 现任总书记习近平日前的改革开放四十周年讲话是一篇宣布中国改革业已死亡的道辞,而以民众为主体的改革,由于等同改变现状,是绝对没有可能的。 英国广播公司BBC中文网,今天报道报同,直指改革这块金色招牌,的确被小心翼翼,且大张旗鼓地保留着。 但改革的主体和主题,全然被异化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改革的主题。 从民众的求生求活,被异化为,中共给自己人求稳求富求强他说。 如今这国理政重新彻底成为党的专利人权,私有财产,思想解放,言论自由微弱的萌芽,重新成为随时可能遭致镇压的对象。 报同表示,谁也没有力量,把中国拉回到亿万人,都必须听命于毛泽东一个人支配的将死时代。 但不争的现状是和30年前相比中国离宪政共和国的距离,不是渐行渐进。 而是越来越远了,他指出当年人民公社的负面城乡私有经济的赞生。 农民不得进城禁令的失效,都不是中共领导出来的,反而都曾被视为异端,但这些都是冒着无视血突。 破中共禁区的危险,才得以生存和发展的报同直指。 当年的中共领导人邓小平,毕竟还有不改革死路一条的危机感现在呢。 习近平这篇洋洋外言的雄文,不再分析中国面临的社会问题和危机。 不再提出改革的任务,却用一系列最高级别的词早,赞美着中国的现状,如此哪有改革的必要和来改革的任务。 暴同,对习近平提出的该改的,能改的我们坚决改。 不该改的,不能改的坚决不改说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就是该改的,能改的所以我们坚决改。 官员公开财产,就是不该改的,不能改的所以坚决不改他说。 不能改的非但不改谁敢要求改,就坚决把谁抓起来叫做全面依法治国,据依反三其他可知。 暴同说,以维护党的领导的权利和利益为主题的改革,也许永远在路上,至于以民众为主体的改革,早已死掉能不能复活。 由于改革就是改变现状,在不得忘义的政治气温条件下,将是绝对没有可能的。